在今天上午,辽宁南岚官方宣布队中的小前锋赵帅周离队,在回归了一年之后,赵帅周将会加盟江苏南岚,并且这次将会是四年的合同,有人离队就有人留下。 在今天下午,辽宁南岚的体能训练师塞尔吉奥宣布已经与球队续约,下个赛季也将会是他在辽宁南岚的第五个赛季,在塞尔吉奥加盟辽宁南岚之后,球队共打进了三次打进总决赛,并且在上赛季圆梦CBA总冠军,可以说塞尔吉奥是辽宁南岚夺冠的最大功臣。 在塞尔吉奥加盟辽宁南岚之前,他在西班牙也是小有名气,在黄马等球队都当过体能训练师,然而在刚刚加盟辽宁南岚的时候,球员对于塞尔吉奥的训练并不适应。 相比传统的体能训练师,塞尔吉奥针对每位球员都安排了不同的训练内容,哪怕同样都是后卫的位置,每名球员的训练内容都不一样。 对此塞尔吉奥表示,毕竟每名球员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,必须这样去针对每名球员安排训练内容。 另外塞尔吉奥最拿手的就是在联赛期间,对于球员的体能恢复训练,最近几个赛季辽宁南岚是著名的第四节惹不起球队,很多球迷将其归结于实力,其实,业内人士看来,体能是辽宁南岚第四节惹不起的关键因素。 在联赛结束之后,塞尔吉奥在海西班牙给郭世强当起了导游,在与辽宁南岚续约之后,塞尔吉奥将会在近期返回沈阳,开始帮助辽宁南岚进行体能的储备。 当然,除了塞尔吉奥之外,球迷最关心的还是两位外援的续约。 根据目前所指导的消息来看,辽宁南岚与哈德森以及巴斯,目前依旧在保持沟通,但是并不想外界所说的二人已经完成续约。 毕竟哈德森已经34岁,续约的年薪以及年限双方还有着一些分歧,而巴斯续约的关键,是他是否想在下赛季重返NBA。 至于国内球员,由于赵基伟在中国南岚、贺天举以及李小旭在美国特训,所以目前他们还没有开始进行续约谈判,不过这个球迷不用着急,这三位球员续约也只是时间问题。